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冰玉火露透曝光 王一博光鲜亮丽的背后 是伤痕累累 送走了百里二郎的远行 迎来了雷、震、雨的时代 可对于喜欢王一博影视剧作品的观众们来讲 却是又到了巨荒的时候 虽然网络上一直流传着冰玉火过审的消息 可这场雨终究还是未下 在防止露透方面 王一博和剧组主创人员也是下足了功夫 360度严防死守 开工上班堪比报子出动 可关于新电影《维和防暴对合无名》 也是翻遍网络找不到一丝一毫的信息 探听不到消息的网友 却意外发现了一组王一博拍摄冰玉火时期的露透 照片中王一博的身上有明显的淤青 原来演员光鲜亮丽的背后是摸爬滚打 得到口碑赞扬的背后是伤痕累累 作为演员来讲 虽然流量是收视率的保证 但作品才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当然流量也是体现自身价值的一种方式 它可以带来商务和收益 但是这些都是暂时的 唯有作品才是最有说服力的 也是长久走下去的关键 青年演员王一博对于这点 就有着他独到的见解 他一直认为业务能力 实力是别人拿不走的 众所周知 作为顶流难艺人 王一博的行程非常紧凑 商务活动也非常多 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进组后高效 高质量的完成拍摄任务 不仅如此 王一博对于角色也有自己的理解 他会设计属于角色的专属动作 使人物更加丰满 立体 更具有逻辑性 刚刚结束的风起洛阳 就是王一博近一阶段演技的缩影 不管是作品本身 收视率以及传播率 都得到了海内外观众的认可 不仅如此 在王一博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该剧还入选了2021年中国电影 电视剧年度十大影响力榜单 风起洛阳市唯一入选榜单的古装剧家网剧 荣誉加深的同时 王一博的身上也承载了很多压力 作为新人演员 又非科班出身 很多演技方面的问题都需要多听 多看 多学 也需要慢慢的磨练与积累 同时 还要面对一些质疑的声音 因此 就要比那些科班出身的演员 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此外 还要为一些商业活动 正向宣传活动流出相应的时间 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 他只能压缩自己休息的时间 来处理井喷式的活动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商业活动的现场上 王一博会呈现出略显疲惫的状态 很多人说王一博傻 顶流加深明明可以压缩其他活动的时间 可他却克守着自己的世界守则 严格要求自己 在爪爪君看来 这些行为是非常了不起的 也是值得人们敬佩的 毕竟王一博从没想过要让人们看到他有多努力 多认真 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只想把他热爱的事情做到更好而已 人生没有捷径 真正能走长远的 往往都是脚踏实地 用不太聪明的方式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像王一博这样目标明确 头脑清晰的人 即使不会成功 也绝不会失败 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 王一博在演员这条路上 才会走得如此踏实 相信很多粉丝看到 一博勃耿后的郁青都会很心痛 但是 这些都是一博成长路上的勋章 作为演员的王一博 在拍摄过程中扔掉了明星光环 偶像包袱 与角色一起你里来 与里去 这份对于演戏的热诚感动着每一个观众 未来 不管是暴风雨也好 雷震雨也罢 这一场雨都值得等待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